首先我觉得有政府在后面 当然有有意无意的在做一些手脚 因为毕竟所有我们说的这些人 包括我们看到以前刘晓庆 还有就是张艺谋 在计划生育的事件中 陷入了这种困境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特权 是中共手中的一根脚索 它把特权给了这些特权人物 或者这些明星 但是它也把一根脚索套在脖子上 那么如果这些明星 如果对政权合作不利 包括了世界里面形成的潜规则 对某些高官这种赔税 或者就是说不积极等等的 那么都有可能引起 就是中共的上层的权势人物 不断地拉这根就是脚索了 要给他们提个醒 或者给他们一些颜色 甚至把某些极个别的把他勒死了 这样杀鸡给侯看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中国的民众 中国的民众我觉得是 非常的残酷的一个民众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民众长期以来 形成了一种就是 没有对任何的有成就的人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种尊重 那种行业的这种才华和创造力 不管怎么样 冯小刚 范彬彬 那么都是中国的 非常具有创造力的艺人 所以我觉得无论在任何城市上 我对他们都还是充满了敬意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 基本上对任何的行业里面的 八尖人物 他都可以一夜之间 把他们给唾弃掉 这里边我觉得尤其对演艺界 我觉得这里边有几个 中国深层的复杂的社会心态在里边 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种 阿Q式的心理 我们知道阿Q的话 被赵老太爷欺负以后 他见到小尼姑 他就会去动手动脚 那么他的一个话就是说 既然其他人动得你 我为什么不能动你 那么同样的 那么我觉得在中国的 传统的社会思维下 他们总觉得隐心 民心是三教九流的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社会对演艺界 对隐心的这种 深层的某种城 那个歧视 尤其当他们要对这些 隐心进行伤害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把这些 非常肮脏的话 或者思维 或者传统的这种逻辑 用来强调在他们身上 我觉得这是非常残酷的 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的 一个集体病态的一个民族 我觉得他们在进行这种 狂欢的时候了 其实作为一种 就是那个食肉足的一种狂欢了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是病态 我觉得另一方面残酷 所以从这种情况下了 我觉得我对中国的 隐医界的这些隐心 尤其是女隐心 他们面对着非常复杂的 多方面的这个挤压 和伤害的情况下 尤其有权力和民众的 双重挤压和伤害了 我觉得我对他们 有非常多的同情